TYL 第二週的賽程 今天所要介紹的 是源自台北的期望俱樂部 熱情可以致時多久 從期望俱樂部身上 似乎看到了答案 大概有4年5 差不多5年的時間 那當初成立這個 這個動機一個目的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 透過以俱樂部的方式 然後來培養一些 地足球的效果 然後 希望可以達到推廣俱樂部 台灣民間的足球俱樂部不勝美局 試著搜尋 www.kickwonder.url.tw 期望俱樂部 期望將台灣足球沙漠畫走一片 綠洲,而一起養起這片綠洲 總共有10名教練 近幾年,他們在台北多點開花 10名教練各負責 教學區域 目前俱樂部下的球員 已經將近400人 雖然不是足球科班出身 但憑著熱情和毅力 每週在空閒時刻 依然要推廣足球 練球時間不會很多 所以可能一個禮拜大概 一至兩次了 就頂多兩次了 那可能 希望隊的小朋友 他可能 平時的其中一天 在自己的班上 他自己的班練習 然後再多出來一天 就是一起練習 那我們有時候會在 鷹峰球場的另外一邊練習 而談到TYL的比賽 謝教練形容 這是令人興奮的聯賽 讓人感到很興奮 因為這對我們俱樂部來說 是很大的幫助 小朋友會有更多磨練機會 那我相信透過這幾場比賽 就是小朋友會 對自己更有信心 然後也會更喜歡足球 那也相對也會有多大的 熱情永不滅 期望俱樂部每一個人 都有一顆對足球炙熱的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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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